我们两个在一起只会互相折磨 我昨天晚上想了一个晚上 我已经想通了 想通什么了 我们现在这样分手 就是最好的结局了 如果我们继续再交往的话 我的个性太强了 她的脾气又太扭 只要我们发生一点点小冲突 她就会把我的错拿出来讲 就会开始怀疑我 清算我 愿望我 只要一个痛恨着我的她 没有爱的她 我也不要 如果我们勉强在一起了 将来一定会隐忧重重 最后还是会以分手告终 长痛不如短痛 我认了 你说你认了 我觉得黑天使是非常固执的 非常坚定的 是不会认输的 一个七岁的小孩 会记住她的雪花 找寻到她的踪迹 追到法国 直到见到她的雪花 还建立了雪花的信心 这样的女孩 的确让我佩服极了 这个黑天使 只要抱定决心 是不会输的 所以说 你是不是认得太早了一点 你不懂 我已经努力过了 是我努力的结果 缺换了她的未经了 如果你希望她过得好 希望她不要再犯这个 该死的未经了 你最好祈祷她 永远都不要跟我讲和 岂非她 为什么会犯着该死的未经卵 如果岂非她 已经完全不爱你 她还会痛得死去活来吗 上次我亲眼看她发病 这次又看她发病 理由都是你 全都是因你而起的 但是治好她的也是你 她真正痛的不是胃 是她爱你的那颗心 和她那都是破洞的自尊 你的出现是我们兄弟 生命里的奇迹 让我们痛苦的人是你 让我们狂欢的人也是你 你对安九所做的一切 我不知道该怎么样谢你 所以很想有一天 我们能成为真正的一家人 你想叫我一生姐夫 我也想叫你一生弟妹 如果有一天 我们四个住在这古堡里 这儿一定是我们的天堂 你说对不对 真正的一家人 不管你有没有跟雪花结婚 你都是我的姐夫 恐怕我没有希望成为你的弟媳妇了 但是你这么了解我 比七妃更了解我 这实在是让我太感动了 对不起 我之前做了许多错的事 希望你可以原谅我 如果有一天 岂非他明白的话 请你帮我告诉他 他和哪个爱上我的他 我也和哪个爱上他的我 你的雪花就在这儿 你的学校也在附近 你一定会时时刻刻往这儿跑 我不急 你也别急 我们还会常常见面 你们的伤口都会好 相信我 到时候啊 你们都会爱那个 爱上对方的自己 好了 先去吃早餐吧 好吗 然后出发前 再去跟安九说声再见 他一早就在等你了 雪花 你放心吧 我很快就会回来陪你的 暑假的时候 我可能得回国一趟 去看看我爸妈 我一定会征求他们的同意 提早回来 而且这个暑假的时间 我也可以去找烂花和烟花 说不定 到时候我们华欣寺的花 可以在这个古堡里面团聚 那才真的叫做奇迹呢 什么 你说我火花有法力 我跟你说 我有一个外号叫做 魔法黑天使 我会变出好多好多的魔术 至于我为什么会叫魔法黑天使 还是让你的奇远 以后再慢慢地把整个故事 讲给你听 那个时候啊 你会对我更加佩服的 什么 你问我 问题解决了没有 他说他不爱我了 他恨我 我也恨他 我也不爱他了 你要说什么 你说 放心 他爱你 你也爱他 雪花 你不可以这样 你怎么可以把人家的心里话 全部都说出来了呢 我不爱他了 我怎么可能爱一个恨我的人呢 我不爱他 不可能 我不爱他 我 也 恨 齐悦 還 一直都说不下 refreshing 我 我知道 我一直都知道 这么多年以来 我靠你的爱抵制你的恨 我们挣扎过 矛盾过 也痛苦过 多亏了你的火花 让我更加了解 和体会这个爱字 但愿你的火花 也会透过你 更加了解和体会这个爱字 小秦先生 按照医生的嘱咐 先把药吃了 李娜 叶小姐 有没有吃过一点东西 根本什么都没有吃 小猫吃的都比她多 她说她吃不下 她快要气死我了 过会儿还要坐长渡车 明天还要考试 她这学习的学分不打醉药了吗 你觉得她可以把泡 如果我添加了一瓶子 一瓶子 她能不能睡一会儿吗 是的 非常好 但这瓶子应该把泡 放在一瓶子 淡 帮我一瓶子 小齐先生 我来弄吧 我一会儿把牛奶 给叶小姐送去 你还在生病 赶快去躺着 莫莱 你别管 你哪对付得了她呢 必须先逗她喝下去 强迫她喝下去 不然 她根本不可喝 我 叶凡 你知道关于雪花的事 但是在学校里 或是在贝斯根廷尾面前 一个字都不能提 要不然 我们都会有大麻烦 我知道 我当然知道 你放心吧 我现在已经不是那个 冒失的黑天使了 现在你是 魔法黑天使 要时时刻刻施展一下你的魔法 说不定会变出什么好事来 知道吗 哦 还有 关于那个案子 凯文问我 你要不要告秦恩 因为 他把你关进地窖 已经构成刑事案件 如果你告他 他就可能会坐牢 我们学校也已经把他开除了 如果你放弃告他的话 凯文就把他递解出境 对 你的意思怎么样 这件事情我不想再追究了 就让他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疤 地窃出境已经很严重了 好 就这么办 那我去告诉凯文 书凡 她们去哪儿了 在湖边说话呢 牛奶要不要我给您送过去 我来吧 叶凡 别恨齐妃 多给她一点时间 她从小是被我们大家 宠爱着长大的 从来没有经历过风霜 对恋爱 当然也是懵懵懂懂的 这次的打击对她来说 确实太严重 赶快把这杯牛奶喝下去 你干吗 我已经吃过东西了 你吃的那几口猫食 连一只小猫都喂不饱 这杯牛奶 是给你补充体力的 过一会儿 一路上要开六个小时的车 没有我跟你吵架 你会很无聊的 自从秦把你关进地窖之后 你大概几天都没有睡好吧 明天 你还要去面对 稀里葫芦的司机 和那些挑剔的教授 我问过医生了 这里面 给你放了一片安眠药 可以让你一觉睡到家 赶快喝下去 不然冷掉了 合法 好像已经到了 喝慢一点 不要呛着了 这里面不会放了毒药吧 就算是里面有毒药 我也一口气把它喝完了 我真想在这里面 放一片毒药 但只是一杯普通的牛奶 没有任何求和的意思 也没有让我停止恨你 你是海岸古堡的客人 我不想让海岸古堡 沾上虐待客人的恶名 你的黑眼圈 比黑天使都明星 如果不是我的雪花在这里 我不会踏进海岸古堡半步 岐飞 我们两个之间 现在就像这摔碎的杯子 除了碎片什么都没有了 你不要再打电话给我 不要再发你那眼睛鼻子耳朵给我 不要再弄一大堆的表情 富豪给我 不要再来找我 很好 你说的这些话 我都会牢牢记住的 你曾经把手机丢掉 让汽车碾过 把我们所有的回忆 全部都碾碎了 现在 为了保证我以后 我不再打电话给你 不再发任何短信给你 我把我们的回忆 跟着手机一起淹死 岂飞 你把我们的回忆淹死了 我也奉陪 我现在就让我手机里的回忆 跟你的手机一起陪葬 你们两个 明明爱着对方 偏偏要互相伤害 我早就跟你说过吧 对于我和他来说 分手是唯一的出路 对我和他都是解脱 我们的鬼 我现在要这样的 我没有拿着 我会有这个 我们的个人 我现在要把我们的 我们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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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叶凡个性强 你强忍着胃痛 送牛奶跟药过来 不就是为了想要和解吗 为什么还要说那些绝情的话 这样有意思吗 在爱情面前 我们都是谦卑的 因为爱情太崇高 太深不可测了 叶凡已经后悔了 你就不能让一步吗 不行 因为我没有面对真实的爱情 我面对的是让我痛恨的黑天使 怎么样 打通了吗 没有 叶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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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手机怎么了 手机 我的手机淹死了 什么淹死了 那齐飞的手机又怎么样了 怎么你们两个的手机都没有讯号 一点都找不到 她的手机也淹死了 我们一起给手机举行了水葬 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用自拍 发信息 打电话了 你们两个又吵架了 不是吵架 是彻彻底底分手了 什么彻彻底底分手了 你们一生要分几次 好了 贝斯 先别说这个了 叶凡 你妈打电话给你 哭着说联络不上你 幸好你留了我们这的电话 你赶紧给她回个电话吧 我妈哭着给我打电话 是啊 完了完了 肯定又是我爸股票输了 贝斯 贝斯 能借你手机给我用吗 我赶紧给她回个电话 在这儿 给你 谢谢啊 喂 妈 叶凡 我的女儿 我一直打你电话 就是打不通 我手机忘了充电了 你怎么了妈 你爸呀 心脏病发作 已经住到医院里来了 医生说 他快撑不下去了 可他之前不是好好的吗 怎么会这样呢 我爸他不能死 我还没有跟他说过 我有多爱他 怎么 我还有好多话 没跟他讲呢 你让他等我 妈 你在哪儿呢 安康医院 我在二条灵品房这里 我已经待了两天了 妈 我马上 我马上去机场 你等我 你等我 等我 怎么 叶凡 你别哭了 别哭 怎么了 你爸生病了 卑斯 定位 我求求你们 我身上没有钱 你们可不可以借钱给我 我买机票 我要回家 去见我爸最后一面 好好好 我现在就帮你查航班时间 别找了 来不及了 我们现在就去机场 赶上哪班就是哪班 好好好 你先平静一下 你先别担心 人只要在医院 就应该还有希望 齐飞呢 我们要不要给齐飞打个电话 别跟我听齐飞了 我什么都不要 什么都不要了 我就要见我爸 叶凡 齐飞没有给我手机充电 我恨死他 我恨死他 我恨死他了 我的护照呢 我的护照 叶凡 你 这个时间他应该已经到家了吧 他那个牛脾气 也会不会在路上发生什么状况呢 我还是打个电话 问问被死吧 手机淹死了 我怎么还会想着他 他倒没到家 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居然那么没有出息 还想打电话去问 他失败了 他应该是想要了 他没想到家 他有什么关系的 他也不应该是想要了 他要是想要了 他要有什么关系的 他要想要了 他要是想要了 他要想要了 你能不能成熟一点 这么大了 还要我操心吗 哥 你知道我为什么 要把手机淹死吗 因为 只有我知道 淹死手机里的回忆 可以带给对方 极大的痛苦 他曾经这样对我 我要一眼还眼 我要让他痛 你的胃怎么样 把他带回去 赶快回去躺着 赶紧打针吃药 哥 你知道我达到目的了吗 我达到了 我当然达到了 因为他很痛 所以他也把手机淹死了 我们一定是独一无二 天下第一队 让手机殉情的人 从此以后 他再也接不到我的电话 再也看不到我的字牌 再也听不到 我录给他的歌 彩虹城 古堡的湖水里 居然有一对手机之火 你现在比安德鲁还让我操心 是 燕帆 一定给我打电话 不管怎么样 一定给我消息好不好 好 学校这方面 我会和齐飞想办法 帮你保留学籍 至于奖学金 不知道能不能保住了 没关系 我现在只要我保护我妈 别的我什么都不在乎 你们根本不知道 他们有多伟大 我是孤儿 他们领养我 爱我 宠我 让我学小提琴 可是我却 和我爸病危的时候 我却不在他身边 我怎么办 要上飞机了 再多的话也说不完了 只有你一个人长途飞行 你又这么激动 我们怎么放心呢 叶凡 你要勇敢一点 我相信 你爸一定还在等你 你们可不可以帮我一件事 说 没问题 你说 不要告诉齐飞和齐远 我走了的事情 等到他们发现了 你们再跟他们说 你们就说 我很平静地走了 你们也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我跟齐飞已经分手了 我不想让他再来怜悯我 这是我已经有的保护寺 这一学校那边 我应该也不会回去了 那里埋葬了我太多的过去 好 我答应你 绝对不告诉他们原因 可是 这些是你回去再说好不好 我真是不得你啊 我们先把你的学济保留 说不定 你会有回来的想法 你也要乘客 没事的 有我们的 我走了 我走了 叶凡 没事的 他现在好一点没有 看样子 这个星际都要卧床休息 什么卧床休息 不行 我要回学校 你哪里也不能去 谈好 学校已经帮你请假了 你就给我留在古堡 好好养病 上次你说好了 根本没好 才会留下病根再次发作 我不是胃痛 我是心脚痛 不是 不是 是那两只手机在动 哥 你去想办法 露出那两只手机 看看还有酒没有 说不定 还能救活他们 一定可以救活 一定可以救活 笨蛋 淹过水的手机怎么救 要救的不是手机 是你那已经病危的爱情 既然会让你这么痛 为什么还要淹死手机呢 真是笨蛋 盖死的孟华 非常晚聊一晚上 回家也休息不好 姐姐姐姐 这里是不是风雨啊 是啊 你找谁啊 那你是不是白海华 你找白海华什么事啊 如果你是白海华 我就告诉你 好 那我就是白海华 说吧 找我什么事 有人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没我的事了 怎么这么晚还不睡啊 再等我晚了 最近啊太多事情了 忙得焦头烂额的 有时间到了 就去睡觉 不要再等我了 原来不是在等我 是在找雪花 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 怎么了 在生气啊 够半道别扭了 你不是说 没有时间接下来想吗 为什么要骗我 骗你吧 什么意思啊 我哪有骗你啊 不是说好廖一齐面对的吗 有什么原因 让你必须要瞒着我 海华 你可不可以不要用这种怀疑的口气 跟我说话 唯有我的难言之意 我想要自己去解决我自己的问题 我不想把你牵扯进来 对不起啊 太晚了 我已经被牵扯进来了 现在只要是你的事情 就会变成我的事 我跑不掉了 你看你 你就是这样 所以我才不想告诉你 你知道在你面前 揭起我过去的伤疤 是一件多么难堪的事吗 更何况这是我的过去 不是你的过去 自从有了你之后 我真的恨不得把我的过去 全都通通抹灭掉 用一个全新的我来保护你 我不想让我的过去来伤害你 你懂吗 你的过去抹得掉吗 你都不能够保证你的过去 会不会什么时候 又会出现到我们的未来里面 若晨 我只要你跟我说一句实话 你为什么要去见姬爱香 那个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 你所说的难言之隐 到底是不是这个小孩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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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说过了 这孩子不是我的 姬爱香也当着我的面 告诉我 这孩子不是我的 你到底还要我怎么样 这件事情可不可以饶了我 什么事情我都可以面对 但是这个把我推入痛苦深渊的人 我恨死他了 跟他见一面 我都觉得羞耻 不是 这样把我撕裂 你满意了吗 我没有要撕裂你 我只是想一个公平诚实的对待 而你撕裂我们所有的信任 你应该从来都没信任过我吧 如果你信任我 你不会这样质问我 你在生气 气什么 是因为我单独和姬爱霞见面 还是因为这个孩子 你不想要把我撕裂 闭嘴 混账东西 可先生 你怎么起来了 这个混账东西自己做了多少亏心事 还敢在这儿干海滑站着吵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可先生 放 放 放 你醒醒 可先生 可先生 放你醒醒 快快叫救护车 放 放 醒醒了 放 还好还好呀 这是有惊无险哪 你们哪 先坐着休息一下 等一会儿呢 就可以进去看他了 把我划手来 你们也真是的 这么不小心哪 没病的老人都不可以摔跤 何况耿先生呢 黄主任 老爸现在清醒了吗 身体有没有地方骨折啊 都检查过了 没有骨折 只是现在人还昏昏沉沉的 脑波的端子扫描 我们也做过了 头脑里没有区块 不过病人 还需要在医院里面 住一天 观察一下 等病人完全清醒了之后 再出院 这样安全一些 知道了 谢谢黄主任 好 那我先过去了 谢谢 我这个特别忽视做成这样 真该引咎辞职算了 该辞职的 应该是我这个当儿子的 我把钱弄得乱七八糟 留下一大堆后遗症 我现在已经千头万绪 如果你再辞职 我就去撞墙了 不好意思 让一下 谢谢 你好 请问一下 二一零病房在哪里啊 这个就是二一零病房的家属等候区 谢谢 谢谢 叶帆 你来了 妈 叶帆 你来了 妈 我的叶帆啊 叶帆 妈 妈 我从经厂直接赶过来了 爸怎么样了 你爸他还在里面急救 他一直流着一口气 我每次进去都对他说 叶帆还没来 你不能走不能走啊 叶帆呢 要是没有了你爸 我们俩怎么办呢 不会的 医生不是正在抢救他吗 我们要抱着希望 我 谁是叶兰的家属 我们是 叶兰先生 在八点二十三分去世了 爸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你为什么不等我 叶帆啊 你还是完了衣服 叶小姐 叶太太 正好我也要接安邀领病房 我扶你们进去吧 跟着我 这儿我比谁都熟悉 我扶你们进去 行李文文护士 帮你们保管好 真的 购物 我pngk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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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fqprqp&面 听我说的 爸 从法国回来我才知道 我应该给你打电话的 我为什么没有打呢 爸 你醒醒 爸 你醒醒 你听我说你活过来 爸 听我说 爸 爸 晕凡啊 你爸都知道的 他都知道的 我没说他怎么会知道呢 爸 叶小姐 爸 你醒醒 爸 就算 就算爸爸走了 你还有妈妈呀 爸 你赶快活过来 就算为了你妈妈 坚强一点吧 妈妈 姐也顺便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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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按理说 我看过了那么多生老病死 应该早就已经盲目了 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好难过 别难过了 我们去看我爸爸 人啊 人啊 我生病了 精神还这么好 看来恢复得还不错 是哪个鬼又把我送到这鬼地方来的 我根本就没有病 赶快给我办出院 吵死人 我连觉都没法睡 是我这个鬼把你送来医院的 爸 如果你想出院 你只要听黄主任的话 黄主任说你必须好好休息 明天才能出院 听到了吗 所以要听话把被子盖上 陪着 你眼光这么红红的 还湿湿的 虽然也伤心了 一定要是你惹海华伤心了吧 我警告你啊 你要是敢惹海华伤心 出院第一件事 就打断你的腿 是是是 只要海华舍得就好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好像认识那个女孩 不知道她有没有需要人帮忙的地方 真的应该留下她电话号码的